自我革命,这句话大了啊,这个上海完了,广州完了,深圳完了,这个北京完了,自我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,自我革命就是在党内绝对清党,清军,清理所有私有企业,自我革命就是当时共产党到上海说的干的事儿,把所有的黄金融,杜月笙这些真正的有情有义的,所谓流氓级的,社会上还有点地位的人统统干灭,这是绝对的灾难啊,自我革命这个事儿很大,这里边风高浪击, 甚至惊涛骇浪,这是个大事儿,这绝对是要搞台湾,搞美国,搞欧洲,搞世界,然后内部啊,这是要修改党章宪法一系列,而且对曾梦将全面动手,对爆料革命也不会手软,但是自我革命这个词儿,这绝对是就是一场兴风雪雨的中国国内的财富分配政党制度,而且是自我革命几乎可以宣布,就是现在两千多个人里边怎么得抓个几百个人,走着看, 这个事儿太大了,自我革命这个词儿是谁搞的,是当年共产党最早的时候张波涛提的,从一九三几年他就开始炸火,这后来他轮到毛泽东了,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间的共产党几乎是最敏感的时候,这个时候提最多的就是毛泽东和张波涛,包括弄着高岗,西北军全提这个,然后是文化大革命之后, 也就是一九五几年毛泽东重提自我革命,这个比文革还要恐怖,自我革命几乎是说敢砍自己的胳膊,砍自己的腿,敢把自己鼻子割了,把自己眼睛抠出来,那就是说所有的人都不安全,你今天所有人都敢动你,没有任何所谓七上八下全给你废了,也废了所谓的不抓常委呀,什么铁帽子王啊,什么功臣呢,不可以, 这就等于正式宣布,就习政革开始,这个事儿太大了